其實你要突破 你要操 你打那個斯文球贏不了 現在要犯規很多 站到最後一兵一堵 他們不敢幹他媽就輸了 有沒有你啦 沒有 有沒有問題啦 沒有 球隊這邊也當機立斷 決定要換投了 面對到左打的朱毅賢 換出了在今年 表現還不錯的林航 在這個球季也拿到了 生涯第一次的一個救援成功 是在球季的一個開幕戰 那前面四局 四場的一個出賽 投了三局 掉了三分 也都不是他自責的分 所以ERA現在還是0 林航的確是今年 目前為止 同一是在牛棚裡面的一個驚奇 不過其實 他在去年 大概下半季在秋訓的時候 他其實就非常投入 就是 其實他自己在訓練上面 做了蠻多的改變 那其實也包括他在這個 身體的這個 講的是身體體型 他也是做了一些 瘦身的狀況 當然不是說瘦身 一定會表現比較好 可是至少從他 下定決心去做這個動作 可以看出他對於這個企圖心 對 這也是職業球員 對自己的自我要求 對 對 朱育賢這個球打成了本類斜後方的界外 今天沒有被解決過 特別在第一局面對左頭的費爾本 那這時候換上一個 左手偏側頭的林航上來面對左打的朱育賢 其實感覺就是要對決了吧 出手的一個模式可能會對朱育賢 帶來一些混淆的效果 對 一好一壞 目前7比2樂天桃園領先 內角球比較近身 對這個出手 出手的點就比較沒有 這個延伸比較沒有做得完整 揮棒落空 出手的一個方式 加上這是一個變化球 有吸引到朱育賢的揮棒 對 應該是個滑球 配合他側頭就覺得這個滑球非常鼓勵我 越來越往自己的一個外角過去 對 位置 頭的也不差 朱育賢是打成了插棒 對 這一個打息大概是這 我這兩天看下來 朱育賢最不舒服的一個打息 一方面跟林航的一個出手 放球點也有一點關係 對 絕對是有 絕對是有關係的 那再來就是看他有沒有辦法 這就是看林航有沒有辦法 把球執行到他想要投的位置 對 現在就是要對決了 這個打息就是要分出一個勝負 最後一個HIGH FACEBALL 是讓朱育賢揮空招到三陣 哇 休息區這邊非常的興奮 終於在加上比賽解決掉了朱育賢 那這個三陣出現也結束了在六局上 樂天桃園進攻留下了殘餒 並沒有再繼續的追加分數